民国四大军阀 民国四大军阀 各个全是滔天 第二个甚至称第一 张作霖 张作霖 自语庭 辽宁省海城市人 民国的风云人物 他在见到袁世凯的时候 从土匪到副营长级干部 后袁世凯担任 大总统 张作霖提名为中将师长 张作霖成为袁世凯 在东北的一颗棋子 在袁的帮助和支持下 一跃成为东北王 有暖世枭雄美誉 张作霖一生中 有个美艳的夫人 十四个子女 家族底蕴很足 二 袁世凯 袁世凯 北梁军阀领袖 中国封建军阀的代表人物 当选总统后推翻共和 建立了帝制 将自己推上了封口朗尖 他最大的最大功绩 是对封建体制的和平言辩 在尽量避免流血的情况下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 而悲剧在于袁世凯竟然退回到君主立县制 自己当了皇帝 遭到各方讨伐 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过了83天的皇帝 后被迫取消地址 恢复中华民国 5月下 群优惧成绩 6月6日 袁世凯英尿毒症不治人病史 十年仅57岁 三 段祺瑞 段祺瑞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最具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一生中一次出任国家元首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 6次出任国务从理 长期把持控制中央政府 是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者 更是袁世凯后 把持中央政权时间最长的实权人物 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 段祺瑞 以生政治部 廉洁自持 颇具有人格魅力 号称六部李从理 段祺瑞 晚年坚决拒绝日本人的合作要求 保持了民族细节 临终一言提出复兴中华的八目之道 四 吴佩孚 1920年代初期 吴佩孚 凭借直系之力量 纵横南北 几乎成为同军转进人皆知的名字 当时 第一世界大战打得震撼 欧美列强根本无暇东顾 日本趁机在中国大肆培养代言人 还提供了大量的军火和贷款 中国晚期与缝隙军阀都先后投靠 了日本人 作为直系首领的吴佩孚 却成为了欧美列强扶持的军阀 美国人更是对其赞美不已 吴佩孚当之无愧的民国时期革命军一级上将 被称为七级光转世 曾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守卫中国人 还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airman 死后全国哀悼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